部門就是你們自己再試試看 當然未來如果類似有這種資料 也就是說將來可能你拿到的資料 也許是無序的 其實常常外部給的資料 通常都不是符合你要的格式 所以你要想方法 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一個無序的資料 變成一個正規化的資料 那你要拿它來做查詢 就比較沒問題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道題 就是那個班級查詢這一題 那這一題 其實它的需求是這樣 打開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範例裡面有個班級 那班級的右邊有個儲存格 有下拉拉清單 那這個下拉拉清單的話 已經幫你做好了 你說老師一班二班三班怎麼放上去 其實很簡單 就資料裡面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呢 資料驗證嗎 資料驗證裡面呢 如果你假設你希望下拉清單裡面有一班二班三班的話 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 有沒有找到這個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然後呢一把這個地方出生格內允許的改成清單 它原來好像銳利益值吧 第二個來源的部分呢 你就打上一斗點 一斗點二斗點三斗 這樣的話呢 它這個裡面下拉就會是一斗二斗三斗了 你問老師如果將來我會增加那個班級的問題的話呢 那沒關係你再做點四斗嘛 可是我這個班級可能有幾十個上百個怎麼辦 那沒關係嘛 你就是不要把它輸入到這裡 因為輸入到這邊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以後有更多的班級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類似像這樣 放一個 假設你放在一個看不到的位置 比如說你放在旁邊 然後這邊的話呢 假設是一斗 這個如果一二 我不知道它內建的 向下拉 不曉得它會不會自動變二斗 如果不行的話 你變成說 你就是 但是如果我前面改個一 這樣的話會不會 一斗 它會啊 OK 那乾脆用數字好了 比如說我有這麼多班級 你可以怎麼樣 先拉個十二斗好了 那這個範圍呢 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用剛剛的那個方式 如果你假設不要寫固定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先一 優標放這邊對不對 二 資料驗證 一樣是清單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直接什麼 選那個範圍就可以了 對不對 OK 這個範圍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點下去的話 就是一到十二斑了 OK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將來我要增加的話呢 那怎麼 那你說老師是不是要改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但是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選整欄 但是選整欄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下拉的時候 底下呢 如果假設 特別注意 如果 目前是沒有這個問題發生 如果你假設底下會出現很多空白的話 那表示說你底下的資料 是不乾淨的 什麼叫不乾淨 就是你曾經有輸入過資料 又把它刪掉 那個叫不乾淨 你不能叫不乾淨 因為它的英文名稱叫Used Sale 就是使用過的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下拉清單 假如說 你不希望它出現那個空白的部分的話 那請你不要在使用過的 那個儲存格上面加清單 所以做保險的方式 你乾脆另外開一個工作表 再做這個動作 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大概是這樣 所以下拉清單的這個做法 那可是我們這個地方練習的話 其實因為有固定的名稱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資料 剛好一般二般三般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我把它控制我自己好了 因為這邊 這邊還是維持一二三般這樣好了 那如果說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說 當我點選一般的時候 可以幫我把這邊的資料查出來 是一般的 並且把一般的這個後面的資料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OK 它怎麼做 我先demo一下 其實我這邊有寫好一個一般 這個班級 有沒有 它把一般的全部都call過來了 然後二般的話呢 二般call過來了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當然最早原來的這個交法 原來是用函數啦 可是你會發現用哪些函數 if small index if l 然後呢做完好多步驟 而且最後要加大瓜壺 而且最後要加大瓜壺 那這個大瓜壺並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而是你要加上什麼呢 執行正列 叫做ctrl shift enter 而且還沒結束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第五步 最後才OK 那之前的話呢 我是逐一逐一講 講完之後發現 幾乎沒有同學跟得上 然後後來我就直接 我後來講VBA之後同學說 老師你乾脆直接交VBA好了 好像VBA比較簡單 因為上面呢 實在是聽起來非常吃力 所以啦 如果你對於那個函數解法有興趣的話 上面是有列 只是說比較麻煩 一定要記得 你要執行的時候 一定要是按 Ctrl shift加Enter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一個大瓜壺 就是所謂的執行正列 那這個執行正列 其實跟VBA裡面跑回圈 跟道理其實蠻像的 只是說 它是在一個公式裡面 去跑這個回圈的道理差不多 那另外的話 我是覺得啦 如果你太複雜的東西 寫在同一個公式裡面 真的會很麻煩 為什麼 第一個很容易寫錯 第二個 你不知道錯在哪裡 有沒有 第三個的話 你要執行正列 那更是困難 所以呢 我的結論 我是覺得 如果太複雜的東西 乾脆寫VBA好像很簡單 所以喔 底下的話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我如果要寫個VBA 然後可以完成這件事情的話 該怎麼做 那寫法它不只一個 我想到是這樣 一樣 就是我們把這個範圍給它 有沒有這個範圍 跟它講說 幫我把這個範圍跑一遍 那幫我找什麼呢 把這個H2裡面的資料 跟我這個範圍的班級資料 比對一下 如果它跟這邊一樣的話 幫我把它同一列的 又來同一列的其他欄 B到A欄的資料 複製到這邊來 這個好像有印象吧 那只是說要怎麼寫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自己動手可以寫 應該跟剛剛的程式有點雷同 只是說呢 怎麼來寫比較簡單 所以首先的話一樣 你們就是先在 這個什麼呢 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有沒有 第一個嘛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在這邊寫一個Sub Sub名稱的話 也許就是叫做 單級好了 OK 底下的程式我把它先刪掉 那待會我們來思考一下 其實沒那麼複雜啦 我剛剛講的 其實你就可以逐一逐一的來 把它變成對應的程式 首先第一個 因為我要查的是哪個範圍 2到12嘛 所以你就來了 4i等於2到12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呢 如果 那個跟那個一樣的話 如果 那個哪一個 Sales Sales 這邊應該叫Sales哪一列 因為它從2到12 應該是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叫什麼 叫i嘛 對齁 豆點哪一欄呢 A欄 有沒有 如果那一個跟另一個 再來這個 這個比較好表達 這個如果你不用Sales 你用Range也可以 如果它不是像變數一樣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Range 因為Range應該比較好寫吧 Range H2 然後後面記得 如果if 這個是條件嘛 後面記得空格要打一個then 然後一般習慣 我會先Enter兩下 把Enter if 先打一下 當然如果說你中間還會有else 就是可能有true跟force 像剛剛有個else的話 那你就再打一個else 然後Enter兩下 再打一個enter if 然後再來按個tab鍵 做什麼事情 幫我把 這個先刪掉 幫我把那個找到的 所以如果我目前是第三班 應該是到這裡有了 幫我把它的同一列 所以找到應該是I列 然後B欄放在這個位置 可是這個位置會變 這裡的話第一次是第五列 第二次是第六列 所以如果會變 等一下加一個K就好了 各位一樣 所以你先寫這個 如果找到這個 然後把它同一列 call到這邊來 所以記得 這個call到這裡的話 所以 還記得我剛剛講的 把找到的東西 call到這邊來的話 那其實中間可以加個等號 可是來源記得放後面 然後call過去的放前面 所以應該會寫吧 這個要放前面 這個叫 sell K列的 G欄吧 OK 所以這個叫 sales 前面呢 有沒有 sales K K現在還沒加 等一下再加 這G欄 然後呢 等於 這個是 其實這個改一下B就好了 上面這個 把這個有沒有 call過來 然後改成B 然後改成B 然後 上面K還沒出現 所以K 先給它補一下 K從5開始 然後底下的話呢 它就是K等於K加1 那再來的話 底下應該會 因為G嘛 然後底下應該就是 再來H 所以這個 把這邊乾脆call 總共四個欄位嘛 所以你就是 所以應該很簡單 B C D D E嘛 然後這邊 G H I 所以其實都是在改那個欄位的位置 寫完了 寫完了 寫完了嗎 應該 真的寫完了嗎 對 真的寫完了 但是還沒有啦 可能細部還要再調整一下 好 我們來試試看 三班的時候要call過來看會不會OK 三班是不是三個 1、2、3 沒錯 那如果把它改成二班的話 二班 二班是怪怪的 二班幾個 二班兩個 這個嘛 正立對不對 OK 可是這個怎麼 所以喔 這邊應該有個小bug 就是說如果你要 再執行一次 你可能要把這個範圍 是要先清空 然後再放新的 不然它會保留 舊的資料 OK 所以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就是在開始的地方 有沒有 先把這個範圍 先清掉 那是一個怎麼寫吧 這個清掉 用range最簡單 這個好像前面都有寫過啦 哪個範圍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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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然後冒號 到G的多少 12 然後 等於空就好了 這樣就OK了啊 所以再執行一下 二班 現在二班 應該兩個 先清掉 然後再放兩個 OK 所以在一班 再執行它 不過它有個麻煩耶 它變成要 所以應該更簡單一點 在旁邊放個按鈕啦 OK 然後呢 下拉一下 三班 三班就出來了 有沒有 OK 所以其實喔 這個程式 基本上應該跟剛剛 蠻類似 應該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最好了 我建議 以後的話 就類似邏輯 然後寫寫看 最後只是補一個 就是先把資料清空 再來執行 再來把資料 摳過來 這樣就OK了 但是喔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還可以再 讓它簡化一點 什麼樣的簡化 其實喔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邊是 一個一個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一般嗎 我們是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call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一個range 所以其實喔 這邊我們寫了四行對不對 其實寫一行就好了 就range 那個range 那個range.copy 到哪裡 到這裡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 那我先寫再over 也OK啦 因為資料浪只有四個儲存格 可是未來 如果你有四十個儲存格 更多的話 那還是建議用range 不會沒關係 你先寫這樣 如果這樣可以寫出來 已經很厲害了啦 OK 來 試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其實要真的把VBA學好了 我自己的經驗是 就是你看 一邊看一邊寫 一邊看一邊寫 寫寫了慢慢 就慢慢 越來越可以進入狀況了 你會發現 其實好像也沒那麼困難 因為其實只是說 把資料做一些轉移的動作 然後如果你要重複做 通常就是配合一個回圈 所以回圈範圍你知道 然後邏輯判斷 所以你會把我們穿針引線寫來寫去 通常不會脫離回圈 跟邏輯判斷 然後頂多就是再來一個K就好了 有沒有 K的話就是你將來要放哪一個儲存格 那個K等於是有點像列比較多啦 OK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 就是再試著寫寫看 但是這個還是有點不方便啦 如果你加個按鈕 按鈕好像你說老師那可是每一次都按一下 麻煩喔 可不可以不要按按鈕 我們如果假設最好是什麼 下拉清單只要變動 它底下就會跟著變動的話 完全不用按按鈕 有沒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啦